在最近的车展上 后级勃发的广汽三菱带来了一款全新的SUV Eclipse Cross 并且宣布新车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国产上市 这个消息让不少熟悉三菱品牌的小伙伴们感到有些错愕 这种感觉大约就是桃花元季中问今是何事 乃不知有汉无论未尽的格式感 全新的Eclipse Cross是三菱加入了日产雷诺三菱联盟后 对于这家百年劳场最好的生日礼物 同时也代表了品牌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开端 说起三菱人们应该都不陌生 无论小时候在街上看到的还是经常出现在成龙电影里的 三菱似乎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 而现在时过境迁 是时候用新的眼光来审视三菱以及这款新车了 如今随着三菱将重心转移至SUV领域 原有的经典车型复活后便是SUV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得益于这款车拥有跨界SUV的元素 其英文名直接命名为Eclipse Cross 既保留了原有的情怀 还彰显了这款新车与众不同的特质 作为经典跑车的继承人 动感成为Eclipse Cross设计语言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新车采用了三菱最新的Dynamic Shield设计语言 配合大量的镀铬元素 在提升了车辆动感的同时还具有硬朗的气质 我的大哥是帕杰罗 在未来的国产车型上 广汽三菱将尽可能原汁原味引进Eclipse Cross 并且取名为义哥 在未来中国的道路上 义哥或许会成为车流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放眼望去 在汽车越来越同质化的年代 像义哥这样既有潮流又有实力的跨界SUV 势必会吸引更多年轻人的视线 他和年轻人一样不愿受束缚 不愿为困难所打败 敢于面对困难 敢于突破自我 尽情的为义哥打扣吧